我国又在青藏高原干了一件大事 投资664亿 建起了我国最高的土石坝 两河口水电站 两河口水电站位于亚龙江上游的峡谷里 坝高295米 相当于一个半三峡的高度 还拥有世界上高度最高的边坡群 左岸最高边坡达到684米 比中国第一高楼还高50米 开挖将近1亿方土石 垒成宽高各1米的土堆 能绕地球一圈还多 建造它用了8年 在海拔3000米的高原地带 将13000多根毛锁插入两侧山体 固定粘石 每根毛锁有70米长 一吨重 毛锁里安装了感应器 能实时监测边坡的张力 及时发出预警 即使遇到地震 也能牢固坚挺 由于地处偏远峡谷 钢筋混凝土运输不便 所以坝深采用了土石坝设计 能就地取材 用粘土和人工砂石做成的新墙 是大坝核心的防渗结构 然后用三层石材 对新墙进行加固 为了保证新墙密石不渗水 要经过层层碾压 高295米的霸体 分1123层来建造 每层都要经过10遍充分碾压 碾压需要云石 不能漏碾 也不能多碾 碾压车必须严格以直线来行驶 即使遇到大的石块 也不能发生策划和偏移 为此 工程师们设计了无人碾压机 它有紧急避险的能力 还能自动检测路线偏移程度 及时调整方向 再往新墙里放入1350个监测仪器 随时向无人机传递信息 结合北斗等系统 定位精度达到厘米级 不仅能实时报告无人机的行走轨迹 而且碾压次数 后视程度 全都能实时监控 这些无人机稳稳地走出直线 同时以每秒28次的频率震动 每次产生68吨的压力 一寸一寸地碾压过整个新墙 碾压面积相当于570个足球场 建造总过程的填柱量 达到4300万方 相当于6个鸟巢 最终建起的两河口水电站 总库容量相当于770个西湖 装机容量达到300万千瓦 2022年刚一投产使用 发出的电就相当于 四川全社会用电的十分之一 收到410万千瓦